今天是9月5日還是6日 香港時間是5日,英國時間是4日 現在是打風,3號風球 香港香港是未打過風 我記得上次打風,我們一起去Channel C看直播和大家一起追風 去年我們直播,Channel C的直播 現在直播就不是這些,直播就是生態奇觀 真是追河 或者追那些奶共狗,狗咬狗骨 每個人都在追河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簡單地說一說 天文台的報告 主要是按現在的預測路徑移動 逐漸增強的話 預料今天稍後的時間 風力將一步提升 可能會需要在今天下午 下午 今天的意思 今天下午 這是晚上11點45分的時候出的 一個小時之前出的 所以今天下午 就是明天 七、八個小時 最快就是明天中午 我看到01就說中午 天文台就說下午 最無印就是打這些風 其實就是 你知道打工仔最好 完美風暴 什麼叫完美風暴 不是說所有混蛋都合在一起 那種完美風暴 所謂完美風暴 要看時機的 打工仔的完美風暴 如果你是早上打風 六點鐘打風就最好 毫無懸念 六點鐘打風 到頭大歲 不用再教鬧鐘 然後就約打麻將 應該是這樣 現在最麻煩的事情 中午上班 即是怎樣 是不是都要上班 你上幾個小時 上幾個小時 然後 你打風了 吃完午餐回來打風 你走不走好 走的時候 個個 尤其是住在官堂打工 那些朋友仔 大家一個一個 等巴士 等不等好 你走不走好 現在那個玩法好像說 取消了 官堂這個 海濱廣場 外面的回旋處 取消了 變成紅綠燈 反而更塞了 尤其是那些 上官堂 駐大埔 駐粉嶺 那些 即是乘坐74X 或者乘坐277X 那班人 真的多借利 看風 說回風 路徑 不是吹正的 但不是吹正也好 旁邊 但這個環流很厲害 略過外圍風力 是很厲害的 你說風眼旁邊 尤其是第一層那些 正正吹到旁邊 那些 那個風力 你身處於風眼 反而風不是很大的 是吧 8號風球股市有沒有收 起碼開了上午先 是吧 再者 收不收 大家還買港股的嗎 是啊 剛剛我試了重新調整個聲音 大家告訴我 現在的聲音有沒有拆 請各位網友幫我們檢查一下 如果你們明天打風這樣算的話 我又很尷尬 我又不叫大家不要盡情 讓我們漫長直播 其實現在很無忍 天文台理解 究竟天日是否要停貨 9月4日 即是兩三個小時之前 就是 看一下 這些凌晨會出的 很多時候就 凌晨會出 安排 現在都沒有結果 是吧 你說這些客人都知道 黃雨 紅雨 黑雨 這些安排 是吧 不用你說 即是回到凌晨5點半 究竟教育局給什麼指引 什麼應該 你看到應該 應該就不用說話了 是吧 上午校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全日就是應該全日停貨 應該不應該 不要說應不應該 拜託 政府 或者傳媒這麼多年 見政府都沒有反應 大家只是猜 應該沒什麼意思 建議 這些也是 他說應該就等於疑似 這些是廢話來的 說真的 你應該而已 是吧 就是最後這些 這些學校 全部就自行決定了 或者 你起碼 大家其實都看過股市 你說港股 你說港交所 應不應該停市 如果港交所都停市的話 那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港交所都在計劃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事情 上網 24小時 等你班人 回到辦公室 才掛八號 這些就是最糟糕的 這些就是 老闆的完美風暴 對於老闆來說 完美風暴 是啊 打了風的了 不過你現在都已經在公司 不要走 你下去 大家一起排巴士 糟糕 做完先 做完先 這麼多事情還沒做 你可以收工了嗎 所以 這些就是 是不是完美風暴呢 我們最重要是看時機 現在 看來 那個勢來講 現在那個情況 就不太好 不知道 以前 放假 真的放假 不知道現在變成怎樣 現在即使 現在 現在變成怎樣 繼續 老闆 因為 經歷過疫情 那三年的 work from home 之後 老闆應該都會叫大家 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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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件 駁回公司的 大伺服器 然後 抽些文件出來做 今時今日是這樣 因為 我記得 我臨走之前 我辭職之前 都是試過這樣的 整間公司 有人中了武肺 大家就不用回去 你不用回去 你以為不用做嗎 不好意思 打開伺服器 很多新文件 叫你搞 MM好記性 就問 是不是打風 會停 會照常 現在有新賴 是不是打風不停市 之前建議過 現在沒有了 但是 打風不停市 就說 在9月23號 才實施 其實 現在是未到 我現在按最新的 講法 講交所 那個交易時段 就說 明天下午 才掛八號風 是吧 我現在看大公報 即是 他們現在說 大公報的 橙新聞 是吧 他說交易訊號 發出之後 十五分鐘後 就應該停止 是吧 如果下午三時 四十五分 還未恢復交易的話 那 當日 就不會有停市 就不會有收市 勁駕交易時段 如果訊號 或者極端情況下 在下午三點九 之後才發出的話 當日就會維持正常 直至收市 競架時段 才完結 其實 現在競架時段 其實 對於day trade 那班人來說 究竟有多少人 day trade 港股呢 你想你了 真是 擾股橫行 擾股橫行 是吧 再加上 昨天有一個新質生產力的股票 一夜之間跌了九成 是吧 二十元跌到兩千 對 二十元跌到兩千 如果你新質生產力 升能控股 是吧 這個 就是做食物電池 對 升能 你真是讀廣告 升能集團 股價暴跌 99% 99% 真的不是開玩笑 人蝕兩百億 他蝕兩百億 他蝕兩百億 人家新世界蝕兩百億 你升能集團 究竟市值多少 你又蝕兩百億 是吧 你可能上市就是這麼多價值 你是上市的時候 市值是二百零一億 那現在你就蒸發二百億 那就剩下一億 是吧 解釋過的 因為開市之前 證監會 就說 這一隻股票 在街外面 只剩下6% 絕大部份的股票 都是操弄 在大老闆手上 在大老闆手上 在葉榮天那些 不是 在誰 在霍景良那裡 在霍景良那裡 現在霍景良拿著了 大老 你現在霍景良拿著了 那你不用玩了 他喜歡武高 他說幾多就幾多 在街內 在街外面的人就放 放給你老闆 然後霍景良就看著 外面打風那些小朋友 說 你看看外面的小朋友 哈哈 他講了什麼 他講了什麼 說話 很辛苦 很辛苦 每天排隊 排隊搭車 上班 挨麵包 這個是葉榮天說的 這是葉榮天說的 但問題就是 儲得一萬幾千買股票 這句就是霍景良說的 但是你都不知道 真正的大贏家 真正的大贏家 是誰 真正的大贏家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以前都不相信 以前就是這個什麼 所謂有這個 聖誕中買回風 或者這樣說 你不會相信那麼多黑手 那麼容易武高論低 那麼容易被人操控 因為 起碼有證監會 坐在大廳 但是那些散戶就不用怕 現在有用嗎 現在香港的港股 根本就是大陸股 那些莊家你敢動嗎 喂 那個中紀委不動啊 你怎麼敢動啊 我都說 恆大這麼大件事 做了兩年假仗 誰揭他出來的 中紀委 就是中紀委 但是夠膽死 港交所是被這個 接近破產的恆大 繼續交易的 是啊 很多那些拿著放不到的人 突然之間看到股價變成零 他們都要哭無慮 CN那句呢 就是陳錦雄說的 公平嗎 公平嗎 那句就是陳錦雄說的 是啊 那好啦 那現在呢 經濟又不好啦 經濟不好 有很多那些老簽 嗯 老簽就橫行 但是呢 現在你做正當生意的那些 我們想講講 但講之前呢 又要買一下廣告先 喂 大家幫幫手 麻煩 就真的 就是我們現在那個 叫做928全城慈善跑 倫敦全城慈善跑 麻煩大家幫幫手 那就是我知道呢 就是經濟雖然不太好 但是呢 就希望呢 大家就做好這個 在倫敦裏面 就其實我想 在香港 就是香港人在英國裏面 就叫做最 就是叫做最大的一個慈善事業 那希望大家幫幫手 那大家呢 去課金 就是可以自己參加 那就可以呢 去資助我 去幫這個 為這個 世業用 和在家基金籌款 那大家都知道呢 這兩個慈善機構 在家基金就是幫一些 就是我們香港人 來英國的新移民 那就是 尤其是年輕人 就如果他們 就是想讀書 那麼 就籌募這個 掌學金 就幫他們 就是去讀書的 那另外就是 世業用 世業用就是 我們那些 就是在香港的 在囚人士 是吧 那麼 你說幫香港的 在囚人士 除了可以幫世業用之外 那也都有 香港的喉料 但是後鳥我們就 不敢在這裏說了 是吧 那就是 你起碼我們就是境外 是吧 是啊 那就敏感些 那這個就是 香港的朋友自己加油 那麼我們就 我們英國來講 就比較多 就是幫世業用籌錢 是吧 那麼我們 所以這個 慈善跑呢 就幫這兩個組織 就是去籌募經費 那希望大家幫幫手 那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那就可以呢 就阿龍剛剛 就是在check room 那裡卡了那個 那個廣告出來 那條link出來 那就可以自己 報名跑 然後幫我們呢 就是其實你自己 製造一條link 去籌款 或者 你沒有時間了 又不想露面 這樣就直接課金給我 我代你跑 好嗎 那希望大家 就做大這個 就是海外香港人 可以守望相助 但都不忘香港 可以壯大香港人射館 這樣 那另外 就是四件事 是吧 是呀 訂我們的patreon 請我們喝咖啡 用我們的優惠碼 去訂這個nordvpn 最後麻煩大家 完成這個節目之後 開個playlist 幫我們按廣告 開個playlist